孩子不听话顶嘴挑食 甚至在外吃饭反而不回来的行为 怎样教育 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不是定标准的 这需要用爱心包容耐心和一系列巧妙的方法去引导 不要把孩子现有的行为定性 因为他在成长 回想一下我们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是不是样样都那么配合长辈听从教会啊 估计不多 所以现在回过来看自己的孩子 首先包容他们理解他们 进而要耐心引导他们 同时还要回过头来做一些反省 做什么反省啊 孩子不听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哪些话他不听 这是需要合理分析一下 从什么时候开始说了什么话 孩子不听了 说话的方式和态度 有没有思考过 孩子在成长 家长也要跟着同步成长啊 不能总是用管教的态度 对待这个时代的青少年了 这个时代的青少年 各位 是接下来世界的主人哦 你可要想明白哦 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接触面非常广泛 如果做父母的还认为我们当年怎样 想当年如何 被淘汰了 思想更不上 那怎么办呢 首先心态上调整 从管教孩子 转变调整为跟孩子沟通 商量 从我是长辈 调整一下内心的态度 跟孩子交朋友 那不行 那怎么能这样成何体统啊 各位 时代不一样啊 心态必须做出调整 不调整呢 不调整没事 过些年他把你调整掉 现在不是说 做父母的 给孩子机会了 各位 各位做家长的 各位做家长的 你可能要考虑一下 大家要考虑一下 可能这批孩子 他们也在合伙开会 将来把这批家长淘汰掉 所以他不回来了 不回来说明 他觉得这个环境不适合他 顶嘴挑食 这些是生活习惯 这些生活习惯 是需要找到源头 耐心引导 那根本不是用命令 强制的手段能做到的 为什么会顶嘴 什么时候开始顶嘴的 他顶的是哪些嘴 找一找 挑食嘛 这个简单 这个需要饮食合理 均衡 而且要科学引导 什么时候开始挑食的 肯定不是津贴 那做父母的 在他成长过程中 是不是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现在问题严重了 才说出来 所以这些地方 各位不是给答案的问题啊 而是要想方法 用耐心慢慢去引导 去调整的过程 这不是个问题 孩子成长过程中 这一系列行为现象 不要把它定性为问题 而应当去想方法 不管怎样 对自己的孩子 还是要有信心 要相信自己的孩子 一定会越来越好 一定会越来越优秀 带着这样的信心 去引导孩子 这就是家庭教育 所以这个时代 青少年的成长 不是某个部门 某个老师能够决定的 这是一个综合环境 尤其是家庭环境 需要给他 在这一方面 多做些引导 那不管怎么说 我们大家还是一起 为这个孩子 和天下所有的青少年 共同祝福 愿天下所有的青少年 健康成长 将来都能成为 社会的栋梁 主宰下一个时代 为未来的时代 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